鳳山七的五甲一路,以五甲一路三三八向 造失的原因是因為一方車從基曼車道要直接回轉往返向的快車道 那二方車是快車道的外側車道直走 因為它的違規行為造成一方車的右前車角 所以二方車的右車的車身發生擦撞 事故後造成二方車翻車 翻車以後二方車的乘客以及駕駛員都或手腳進為擦傷 目前的了解是一方車回轉位置規定 二方車目前上面發現造失的原因 优优优优独播ющ reins